好 接下来我们来听您的心声 欢迎您打电话进来 我们先来接的是屏东的谢小姐 谢小姐您好 你好 我真的非常火大 今天看到马英九前总统的那个 叛北就是说五岁 结果民进党那个谁啊 他儿子进大马五岁 他就可以 为什么马英九这么清零的总统 他就硬要还要叫人家上述 这个真的是没天理 是 那个叫什么名 我现在真的是因为火大 所以忘记他的名字了 很讨厌很讨厌 他们民进党的作风 是 我觉得说现在的那个青少年 都被他们洗脑洗得太糟糕了 因为我们在屏东非常绿 我听到这些的那个年轻人在讲话 有时候真的 我都会发火 只是说不想讲而已 理解 谢谢屏东的谢小姐 说出您的心声 针对今天的这个被宣判 这个前总统马英九的宣判案 也说出您的想法 感恩您 同时我们来接上一通电话 桃源的吴先生 吴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我对这个公投 其中一项莱猪的这个有个建议 现在的话不管是这个罗志强 或者国民党都特别要做说明 民进党也要这个到各县市区做说明 我建议国民党 那个先找人买买莱猪 然后莱猪内藏要验过 然后把那个证明留下来 就是有莱猪的 然后在他们这个 展出跟示威的这个地点 免费放送 那上面这个牌子要写得很大 什么莱猪 然后这个莱猪内藏 然后这些东西 然后现在昨天你们这个 有这个观众在里面 那个有一个采访他那个高端 他讲说是什么 台湾人要重视台湾人的东西 然后我们台湾人的东西 还有一个原来的 不是有那个地沟油 回收油 还有这个酒精用这个什么 工业用酒精 米酒啊 米酒 然后用这个化学的 这个有毒的化学的这个酱油 在上面都全部把它标出来 然后说是免费送 但是要住民 这个20岁以下不可以 那个因为那个东西会违反什么少年法这些 然后住民是这些有东西 看看谁敢吃 另外还做一个什么 尤其在客家区 做那个红烧猪肉 反正就来一小晚 看那个有多少个人 住民这些东西 看来吃 而且在上面住民 请现场 现领 现吃完 不能带走 因为不要到头拿出去丢掉 故意在那边来那边闹的 然后这个东西上面要有那个像 像这个一般的那个摊贩上面都有那个录影的东西 有没有 那个本来就是可以 各摊贩都可以 那个不能用送的 不能用卖的 只能用送的 看看有多少人来那个 而且你装了录影 你就看谁来闹场 反正就有录影 好 非常感谢桃源的吴先生 说出您的心声 非常感恩 由于时间的关系 5点45分 还有扣印的时间 也欢迎您再打电话进来